一辆游览车准备过弯 但驾驶疑似没注意 下一秒直接撞上分隔岛 现场扬起成烟 后方驾驶圈都吓坏赶紧闪避 只见整辆游览车是开上了安全岛 保险感破裂 挡风玻璃也碎成蜘蛛网状 整起交通事故事发生在今天早上 七点多台北中山区提顶大道日段上 一辆游览车因为不明原因自撞 索性驾驶身上是没有明显外上意识清楚 但还是被送往医院观察 驾驶经久策久策值为零 好在当下游览车内是没有乘客 只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自撞分隔岛 警方还在理清中